全球現場我們先帶你來看到 這是南韓第一夫人金健熙 最近是深陷著所謂的收包門 其實他本人一直以來的爭議不斷 最近就被南韓媒體踢爆說 他收受了一名 這是韓義美籍牧師的名牌包的 愧贈涉嫌收賄 這是先前根據南韓媒體 收有資深在日前所做出的一個報導 顯示說這一名姓崔的韓義美籍牧師 他是以秘密錄影的方式 錄下來他贈送給金健熙 這個價值大約是台幣7萬元 deal的一個名牌包的畫面 好 其實這個牧師呢 當時是希望說他可以透過金健熙 跟他這個交談 然後讓金健熙去轉達一些訊息 給總統引席月嘛 那整段的這個送包包的這個事件 全部都被透過錄影機 秘密錄影下來了 好 其實可以聽得到 他們之間的對話是滿清楚的 因為金健熙在整個過程當中 還跟這個崔興牧師是相談甚歡 然後呢 整件事情隨後就曝光了 其實這有南韓的議員就痛批說 金健熙根本就像是法國大革命的奢米皇后 瑪麗安東尼 那當然整件事情後來就持續越鬧越大 因為包括了這個影席月 他自己所屬的政黨 都有議員一直批評金健熙 跟總統引席月的不停包庇 而且也沒有出來對外事宜 那影席月呢一直以來都是閉口不談的 但是終於在這幾天他接受南韓媒體KBS的訪問之後 但是他的立場還是大力互期 好 我們來聽一下 這是根據這個KBS在昨天播出的影席月 他對於整件事情他的看法如何呢 他表示說他的太太金健熙的確是有錯 但是是錯在沒有辦法冷酷拒絕送名牌包的人 他認為這是問題所在 這個人他覺得問題比較大 因為他送禮物的時候還帶著針孔攝影機 然後呢這個時間點又選在國會大選前不久 就公布了這個畫面 因為四月份他們就要國會大選了嘛 所以呢 影席月他認為整件事情是政治操作 不過可是這件事情其實對影席月本身 已經造成蠻大的影響了 原本他的支持度就不高 民調支持度 好 現在根據一個最新的民調 影席月他的支持率已經跌到29% 不到三成而已 當然對於他的民調造成一個蠻大的衝擊 也可能會影響到的就是四月份的國會大選 另外呢根據了一個最新的民調顯示 那對於金健熙呢 到底收這個禮物是不是真的有爭議 其實有53%的南韓民眾認為說 金健熙他的確行為是有所適當 好 就算是再怎麼樣 你也不應該收下嘛 雖然說對方也許他取針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些瑕疵的 但是你身為第一夫人 你收這麼貴的東西 感覺上這個行為上是有一些瑕疵的 那只有27%的民眾認為說 他的確是被涉及陷害的 好 這個南韓最美第一夫人 其實過去的爭議蠻多的 這個畫面呢 也看似是一個蠻 這個重要的歷史畫面 這個時間點是在2021年的12月的時候 當時是隱席月他要參選總統期間 可是呢這個期間就被爆出說 金健熙他的碩士論文 其實是抄襲而來 甚至說他的這個抄襲內容是佔了42% 而且他的學歷也有一些移花接母一些造假 不過對此他當時是有公開道歉的 好 現在隱席月呢 就他的妻子收受這個名牌包的事件呢 接受南韓媒體的專訪 那他也說這是他妻子被政治操作了 說金健熙他錯在不懂得拒絕人 但是南韓民眾怎麼看呢 我們一起來聽 好 當然這個金健熙他受的這個包包的畫面呢 被針孔錄影機拍下來之後 那整個畫面都隨著媒體曝光 那全國人民也都知道了 隱席月他原本就不高的聲望 再次受到打擊 其實金健熙我們剛剛也提到 他過去的爭議不斷 包括了論文抄襲炒作股票等等 還有在他的工作履歷上有一些涉嫌造假 也曾經有報導指出說 他曾經放話 如果是自己掌權的話 那會報復不友善的媒體 好 另外看到的是在隱席月的執政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就是跟北韓之間的關係 現在南北韓關係是持續惡化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不久之前 就把兩韓定調是敵對交戰國的關係之後 北韓官媒在週四又做出一個新的報導 這是北韓勞動黨最高人民會議 已經單方面廢除南北韓之間的經濟協議 這是北韓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廢除了 北南經濟合作法 也暫停了金剛山國際旅遊特區法 金剛山旅遊其實是南北韓經濟合作 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 但是已經在2008年的時候暫停 如今又是完全廢止 而金正恩在去年底 將南北韓關係定調是敵對交戰國 在上個月15號更說是要徹底 摒棄統一 和解和同族等等概念 雙方關係現在是持續的惡化當中 好 另外來關注這個財經焦點 這是大陸A股 近期可以說是一片慘淡 讓他非常多的股民心情是大受影響 很多大陸股民因此呢 這個想要有一個管道可以宣洩 他們就到美國駐華的微博 來宣洩留言表達他們不滿 而現在大陸官方可以說是快刀斬亂嗎 因為在7號現在火速患上 有著勸商屠夫 勸商醫生封號的無親 接掌證監會主席一職 取代原先的主席議會 昨天金融市場也迎來了重磅的事件 上海市委副書記 政法委書記 吳清正式的接棒議會滿 成為第10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吳清是首位有著 深厚的證監系統背景的證監會主席 公開的資料顯示 吳清在證監系統的工作經驗豐富 早年在證監會多個部門工作任職 曾經出任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理事長 外界就分析此取其實顯示 大陸官方出手監管的決心 而消息一出大陸A股在今天8號 是吐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一甩連日的慘淡走勢陰霾 三大股指早盤強勢走強 強勢飆漲 包括了汽車 晶片 還有半導體 航太 軍工 設備 等等的股價皆是漲幅居潛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群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 Caitlin讓大家看 回家 廣島